二媳妇 我们已经到家门口了 快开门那好冷啊 我们坐了一天的车 又累又饿 饭菜给我们准备好了吗 十分钟后 这个大逆不道的 怎么还不给我们开门 我儿子都说了你在家里 你不给我们开门 是什么意思啊 外面的天气这么冷 零下十几度 我跟你妈又冷又饿 你再不给我开门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你们老俩口怎么来我家了 你们不是扬言要跟我们断绝关系吗 你们就去你们大儿子家吧 你不是经常跟人家炫耀你的大儿子 跟你的大儿媳对你很孝顺吗 还一直说我就是一个败家女 从来都没有为你们花过一分钱 儿子你家里 这个女人不给我们老两口开门 你赶紧回来 给我和你爸撑腰呀 跟你儿子说也没用 是你们太没良心了 要是再让你们跟我住一起 你们指不定 还搞出什么幺蛾子来 既然你这么喜欢你的大儿子 他们又孝顺你 你们就去他们家吧 你给我闭嘴吧 我们这次过来 就是想让你给我们养老 我们家花了这么多才礼钱 把你取进家门 可不能白白浪费了 这次你得好好伺候我们 你也别废话了 赶紧给我们开门 我已经很久没见着 我那宝贝孙子了 我那孙子肯定也想爷爷奶奶了 给了你台阶下 你别给脸不要脸 再怎么说我是你的婆婆 也是你老公的妈妈 你好意思说你是我的婆婆 当初我嫁到你们家的时候 你又是怎么对待我的 你难道选择性失忆了吗 从头到尾 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 是你们的儿媳妇 连一个外人都不如 再怎么差你 也要把面子做好吧 我嫁到你们家第一个春节 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 你们要是忘记了 我帮你们回忆回忆 儿媳妇 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而且我们也后悔了 你就不要再提了好吗 你先把门打开外面太冷了 先让我们进去吧 就是啊 儿媳妇 我们都知道错了 你让我们牢两口 站在大门口 让你的邻居看见了 丢脸的也是你们呢 我们坐了一天的车腰酸背痛 还带着这么多行李 天这么冷 我们要是被冻坏了 麻烦的也是你们 又不是我让你们站门口的 你们会怎么样跟我没关系 你们走吧 我是不会开门的 看到你们 我就想起你们除夕 那天晚上给我立的规矩 说你们没吃饭 我也不能吃 大年初一凌晨两点 就要我开始准备饺子 给你们吃 等我端上桌你们 全部吃饱喝足之后 就给我留两个饺子 说什么新媳妇 在婆家第一次过年 态度不好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有这种规矩的 更让我觉得可恨的是 大年初二 我要回娘家拜年 你们却死活不肯 你们自家的女儿 就可以回来拜年 我为什么就不能回去了 你们这么做太狠了 你还让你儿子把我绑起来 关在房里面一整天 就算我喊破喉咙 你们也不搭理我 你还让你儿子打我 说我不听话就得教训 就你们这禽兽不如的老东西 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养老啊 还想让我开门 放你们进来 做你们的白日梦去 你们今天就算站到天黑 我也不会给你们开这个门 你们也休想进来 这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念念不忘 就你这么小心眼的儿媳妇 恐怕也没几个吧 而且后面不也让你去拜年了吗 我跟你公公也给你妈赔礼道歉了 你还要我们怎么做 人要懂得见好就收 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做错了事 只要道歉就可以了吗 总之你们做的那些事情 我永远都不会忘 更何况你们那是真心想去道歉嘛 那只不过是担心你的宝贝孙子 当时我怀孕五个月了 我也不可能因为这点事情和你们争吵 搭上我孩子的性命 这样对他太不公平了 你这个臭婆娘 我现在就让我儿子回来收拾你 半个小时后 儿子匆忙地赶了回来 你父母原来不是很坚定地 说不会让我给他们养老吗 现在是怎么回事啊 又舔着脸过来了 你现在是越来越来劲了吗 是可指你不懂吗 你说也说了闹也闹了 总该开门了吧 难不成你还真不让我爸妈进去吗 我已经够给你脸了 你别触及到我的底线 我的忍耐也是有度的 怎么你还想把我怎么样 难不成你要对我动手吗 你真要对我动了手 那我们这日子也别过了 儿媳妇 我劝你别不是好歹 你赶紧乖乖地把门打开 赶紧把门打开 我父母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 还在这外面站了这么久了 到现在家门都没有进 水都没有喝上一口 再不开门 你别逼我动手啊 儿子 你看看 这就是你娶的好老婆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你今天不好好收拾她 还真以为 我们是软柿子好捏 当初要不是你怀了我们家的孙子 你真以为 我会去你父母家赔礼道歉吗 还会把你给接回来吗 终于暴露出你们的原形了吧 这下这个门我更加不会开了 我看你们以后还怎么欺负我 你们不会又想来老套路 把我绑起来关起来 你们今天要是敢动我一下 我就敢报警抓你们 我就没有见过 比你们脸皮更厚的人了 还好意思说 自己一天没有吃饭了 还又冷又饿 你们真有这么脆弱吗 刚刚不是还教唆 让你儿子来打我吗 我看你们老两口 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你这个臭女人 你是找打是不是 你竟然敢这么辱骂我的爸妈 她们都这么大年纪了 你这么骂她们 让她们以后怎么出去见人 我爸妈是来 我们家让我们给她们养老 那我们必须得接受 难不成让我把她们给赶回去吗 你也不怕让别人 戳断你的脊梁骨 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个门打开 我非得打死你不可 你敢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你要是伤我一根汗毛 我就去报警 我就告你家暴把你抓起来 现在是法治社会了 你觉得你能用暴力解决问题吗 儿子 你怕她干什么 她今天要是不开门 你就给我把她往死里打 也怪我当初瞎了眼 总以为你们会有所改变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说的就是你们 我一定要跟你离婚 你们一家三口全是一路货色 你也不要后悔 于是 而媳妇转头拨打了一百一事 说清了事情的原委 然后抱起了儿子 开门 准备回娘家 而媳妇刚一开门 小宫直接撞开门 上来就是啪啪两巴掌 你自己要滚就滚回你的娘家 我的儿子得留下 你有什么资格 把我的儿子也给带走啊 孩子我是不会留给你的 当初我之所以会跟着你们回来 也是因为孩子 本以为你们会有所改变 没想到你们还是死不悔改 儿子你可得拦着他呀 不能让他把我的宝贝孙子 带回娘家去了 那可是我们家的种 儿子 你就把他给打死 就这样的女人 我们留着有什么用 这事突然传来了警笛声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竟然敢背着我们去报警 你就是欠仇 我刚刚肯定是打轻了 你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还想带着我的儿子跑回娘家 你现在赶紧抱着孩子 去跟警察说是一场误会 你要是说错半句话 我就让你好看 呵呵 你以为我还会听信你们的鬼话吗 还有我跟你儿子 这次离婚是离定了 大家支持儿媳妇的选择吗 一起在评论区聊聊吧